我就是说松大叔炒菜就是特别豪宠 看 就像调料要跟他有仇似的 一凉米饭就往里撇 这里边吃鞋 你就喝吧 这样的地方你最烦的 非酒 是丹东东港的长安镇 今天这个喜事呢是农村盖了一个大瓦瓦 然后上凉 提到上凉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 抢小馒头 因为在小时候吧 其实特别喜欢办事情上凉 可以参与进来抢小馒头抢糖块 不过现在房子上凉 跟我小时候那时候比呢 应该是应该轻松了很多 现在这个房子盖房子呢 都用的是比较新型的材料 都是保温棉呢 琉璃瓦呀 我记得小时候房子上凉的时候 当天就需要一会儿来帮忙上瓦 上半年 所以需要的人手特别多特别累 大家特别忙活 但是今天这个呢 夜席是一条龙的 所以帮忙呢 基本上就是帮着放上做一板凳就可以了 然后就等着这个上凉 枪小馒头 房子上放上毛毯挂上红 房子四个角呢 要放上小鸡鱼 再用鞭炮在地下围上一圈 以前摆上馒头的时候 在刮瓦的时候 中间会留有点口 然后木匠在上面 往下撒的那些小馒头啊 小饼干啥的 现在上面没有口了 它从哪撒呀 很期待啊 就是都跟里边抢 都在里边抢 哈哈哈 跟小时候还是有点区别啊 因为这个瓦解不开 所以只能在里边抢 好像没有那个气势 还是很热闹 来啦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拍下来来来来来来来 吃饭地方真凉快 中文字幕——YK